我一直不想 也忽悠這種言論不可以說 因為今天如果是朱立倫選 最好有人在大兵呼選的 還是吳敦儀 今天如果是韓國瑜選 他還是需要吳敦儀這個戰狀 大兵全國呼選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湘海吳敦儀 湘海翁金平和湘海的主立倫 聯合節郎 這種言語我認為支持者 個人有個人的支持者 都假的 他不會說吳敦儀的戰鬥 如果在台面上這裡 我們說白的 宰五錢最不宰五錢 因為他做到副總統 做過當主席 做過行政議長 他不會說他的條件最好 差一步而已 他說最要選也沒有奧萬 是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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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民、民、非五、志、蘇、林 他不理不理 他去民進黨用一句八十字的交代 這對他是很不公平 對一個有一個政治人物就對了 這種的紐窮就很崩 坦白說我也認為對他不公平 甚至民進黨也有人去給人 說如果領合一個政治人物 領合一個政治人物 對那個政治人物是不公平的 也不要說網友 這當然是這款的作法 這就是不公平 但是沒辦法 因為他沒有在適當的時間 去做伯伯 所以昨天今天在民調 他吃虧 所以我認為 五主席他是不算 不算 那麼旁邊的人 有可能有說 16幾百 8幾百 幾百 那不是他主管的意志彈出來 今天他主管的意志要出來 我說我不好意思 他在中間會有多空這過半嗎 有 有 我看有 有多空這過半 他就設定他的遊戲規則 他當他設定起來 你們就不用來登記 來登記 報告把你關起來 報告給你加 說八的 我還要算我就用這樣 我就是代表國民黨 不然你另外處理 做一個當中央 他就這樣處理 他今天都沒有這樣處理 就表示他在做湯匯 他在做湯匯 是為了要把韓國瑜補一條 比較平湯的路 讓他怕得順 你說現在如果可以證明 我們在這裡討論 兩個位這樣 韓國瑜可以算嗎 你說的 我說的 但是有人說不行 有人說北京 這個時候要考慮一下 所以當主席這個時候 就是在電地費 把路撲給平湯 替韓國瑜把將來撞掉 但是他不能說 他這樣說人家說你不公平 你當當主席你替他撞 其他的選手要怎樣 其他的選手就能騎你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是沒必要再說一些有的 沒有的 等四月十八回回來 現在很簡單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都認為韓國瑜是誰 四月十八回回來 他只要沒有拜託 對於他說免客說 我沒有接受參選 他說我不算 對於他說我不算 對於這樣說 不然我就跟你連署 你也不用抱歉 因為這個連署 剛好九月 剛好六月 找五月剛好 他的議會也結束 所以他不用去面對 高雄市議會才好運高動 但是這個會議你要面對 這就是工夫 所以你有兩個月至三個月的時間 去整合你的團隊 我一直說過 靠韓國瑜現在的團隊 要來打二空二空 沒那麼簡單 不然把對手放得像我們軟到麻糬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要去整合團隊 要靠什麼去整合團隊 就要靠東中央 那不是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 要冷靜 冷靜 冷靜 他也是語重心長 團結都不一定贏 眼看國民黨過去這兩三個月 是不團結的 韓國瑜還在往上爬沒有錯 可是 國民黨是原地踏步的 國民黨2018年11月24號 那個200萬的差距 正在被追趕中 或正在流失中 因為還包含了國民黨的 區域立委的選舉 也都在大家激烈競爭 所以國民黨正在流失他們的力量 可能沒有自己發現 剛剛兩件事跟我講的就是 國民黨難道朱立倫 王近平 吳敦一這三個人 如果最後是韓國瑜選的話 這三位 包含了最近比較沒有 新聞版面的馬英九前總統 這些人的力量 沒有合在一起的話 國民黨穩贏嗎 難道每一個區的 包含連區的立委選舉初選 都打到可以說是直接來 那個要選那個區的 你去攻擊你的對手 說他怎樣怎樣 然後到最後是你被提名的 他會幫你嗎 所以這個就是國民黨 現在目前的問題 兩改韓國獎的那個東西 也無解了 因為已經過了三個月了 看起來只會越來越惡化 但是話要說回來 再怪韓國瑜 不去領表的這一點 韓國瑜領表就沒事對不對 王清明跟朱立倫就把他扣倒 但問題是韓國瑜 他雖然是國民黨的高雄市的市長 可是韓國瑜要選總統這個事情 不是只有國民黨的事 韓國瑜如果真的覺得 他需要出來選總統 就算國民黨流程走了 他跑出來選可不可以 他也是一種選擇 對 就是說如果韓國瑜 真的覺得他該出來的 他會出來的 現在一直逼著他說 因為我現在4月10號要討論 4月17號公告了 所以你要先來跟我見一見